大家好,今天和Iphone 6s 貼上玻璃膜 很多時候在外面買了玻璃貼 人們都和你貼上的 但有些人都喜歡DIY 今天和大家貼上這個貼 我便在Apple Store 買 貪圖夠薄 因為6s 貼上3D Touch 玻璃貼太厚,效果也不好 這隻品牌的玻璃貼 先打開 打開之後 看到箱子裡有幾樣東西 首先有一塊布 然後有幾張膠紙 用來貼走層 這一張其實都很重要 沒有的話 就用普通膠紙來代替 在貼之前 就貼走層面的層 最重要的是先洗手 手濕濕的 是不重要的 濕了 就算濕到層面 貼了 那些水可以推出來 但塵在裡面 就不行了 塵是不能推出來 另外 在包裝裡 也有一個 紙保護貼用的 一個架子 那架子 用來揹揹 其實是套在機器上 於是玻璃貼 就可以很準確地 去貼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玻璃貼 其實都已經放在上面 iPhone圓形的按鈕 在這裡 這樣就套上去 好了 那 它在上面 也都 盒面 也都有一個 指示在這裡 那麼 抹乾淨 然後撕開 然後放個框 然後撕開 底下那塊 膠貼 就直接貼上去 之後再用一塊布 抹一抹面 那塊 那塊 整個就完成了 好 我們首先抹一抹機面 那 千萬不要等 上面有任何指紋 那 尤其要留意 是 那些按鈕的附近 Touch ID附近 那些層 比較黏得緊 又有機會 在你貼緊的時候 那些層就鬆脫出來 那就不好的 另外還有上面 聽筒位置 那 抹完一次之後 那 原則上 如果沒有層 可以開始貼的了 但是 由於安全起見 我們都試一試 用這個 膠紙 它是一個 普通的 Label 這樣的質地 純粹貼走 那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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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去到一些 沒有什麼層 少一些層的地方 甚至乎在 洗手間呢 黏 因為 應該不會有什麼地毯 窗簾 呀 那些 你的 那些 那你的洗手間 只有一些 殘磚 石呀 還比較潮濕 那些層不會到處飛 好了,我們擦好後 就嘗試套進去 怎樣套呢?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洞 我只能跟進iPhone的Touch ID 就是這樣套下去 套完後,其實位置是很適合的 另外,你可以留意到 剛剛有一個開口位 應該是剛剛好的 下面也應該是剛剛好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先掀起一塊貼 它有底貼 第一,這塊 這裡是第一,這塊第二 我們就撕走這塊第一 然後呢 把貼子 慢慢地推回去 在這個時候,你會看到有些氣泡 慢慢地推到旁邊 在這個時候,你會看到有些氣泡 在這個時候,你會看到有些氣泡 都在中間 應該是完全沒有了 然後就可以把這塊第二的 都撕起 撕起 撕起之後 我們把剩餘了一點點 按好它 就可以把這個 然後把膠的氣泡 整個拿走 我們貼膜就完成了 但是在上面 殘留了一些膠的跡 即是剛才我們撕的面貼 有時候貼了一點點 輕輕力用手指插出來 就完成了 完成了我們的貼膜 大家可以看一看 到 效果都不錯的 貼完之後 我們進回iPhone 進回iPhone 進回iPhone之後 我們試一下Touch ID如何 來看 你看到 是很正常的 完全可以用得到 沒有問題的 就完成了我們的 今天講解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